有时候女人虽然很独立,但是也有弱弱的一面,有需要男人保护和照顾的一面。 当身边的朋友都秀恩爱的时候,就会觉得特别的孤独,所以就希望可以有人陪着自己。 所以当一个女人在想要男人陪伴的时候,就会有这些表现,千万不要错过她。 1.当工作中遇到问题的时候 当一个女人独自在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,或者是领导的批评,或者是同事之间不和睦的时候, 其实都是会让自己觉得心里很难受的,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男人可以陪着自己,会让女人觉得暂时的忘记这些不开心。 2.生病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,所以当一个女人在需要陪伴的时候,出现一个男人可以陪着自己,照顾自己,给自己温暖,那么女人很容易被感动,对你动心。 3.感到寂寞的时候 其实人都是会觉得孤独和寂寞,但是一个女人最孤独的时候,其实往往是一个人回到家以后,关灯以后会想到自己一个人的心酸,很难受。 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男人可以保护自己,保护自己,陪着自己,是不是就不是这样的感觉了呢? 4.委屈的时候 女人本来就是容易脆弱的,当一个女人在自己被人欺负,觉得委屈,还是会迫切地希望自己身边可以有一个人了解自己的心酸,挺让自己的难受。 有一个英雄一样的男人出现在自己的身边,所幸福的一件事。 当女人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,男人还等什么呢? 他们有一个人怎么办? 谢谢观看